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不是 如果说以要真的来讲的话 他是要看你自己的大运在走 有的人是常常在一直都没有走过小运 全部都走大运 没有走过霉运 那有的人是一上去就下来 一上去就下来 一直在起起伏伏 这个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八字的那个运势 但是普通来讲的话 因为人如果说像你在不好的运势里面 他其实会习惯 习惯了以后有的人会从此沉沦 有的人会因此而混花图强 因为我要更努力 我要更去利用这段时间 我要更去学习 学习很多的东西 我为了我以后来铺路 所以人家讲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的人会看个性对不对 对 看个性 那所以说我们其实每个人 如果你看要在中年以后能够比较好的人 我们来看看 好像有些人我们讲说 这个就是说迎谋通顺 获利无穷 那就是因为有时候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就是在帮人家赚钱 你没有本钱 而且都是赚不到 或是你不知道把握 你不知道说反正我赚钱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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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那个钱一定要省起来 那才是师傅 才是真正的有钱 要不然你很会赚钱 人家说算有钱 但是钱没本 你到真的你去看 就根本就没有剩钱嘛 所以像这种人通常就是 他的鼻症 鼻症 鼻症心症 人永远都是很正直的 再来就是你要有肉 那个就是鼻梁要有肉 再来就是你的鼻翼要饱满 鼻翼的话就是财酷 所以就是你的鼻子一定要有肉 这种人的话他通常就是说 就是有权力 有地位 那再来有财务 各方面他其实是比较有自信 那赚钱他对钱的那个什么 我们讲认知度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有魄力 他对生活的态度什么 都是很成熟 很稳重的 再来就是如果说他的 像那个鼻翼很饱满的话 就是他的财酷 那那个财酷好 因为你知道会赚一定要会生 差不多三十几岁 这次我们就称为就是 我们对他来讲是年轻人 他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中年人 因为在三十几岁这段时间 那他们来讲很会赚钱 因为体力各方面都很好 脑筋各方面失气都很强 所以赚钱都非常不错 但是我们通常会觉得说 对他们觉得很可惜就是怎么样 不能欠 会赚 不会生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像这样子的人一定要到的 就是要鼻翼饱满 那就是中年开始赚钱以后 他就开始能够守住他的那个钱财 那才会到了五十岁 到了以后人家才会说 你这个中年那个开硬开得很好 因为你很会赚钱 没有省存钱的 没有 你就是没有守住那些财 是没有用的 所以没有用的 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我们叫忠实态人 拜人平稳健立 这个就是鼻子 这个就是嘴巴 因为来到嘴巴的地方 也是属于中晚年 就是那个嘴巴来讲的话 像这种人 他就比那个嘴型要大 嘴型大的人 他其实是个性很豁达 性情上面很开朗 处事也很延滑 这种人通常他都会比较有贵人 那再来就是他的嘴角能够上扬 他其实很乐观的 处事情这过去就算了 反正就是要往前走 像这样子的人 他那个贵人来帮助他 他就会比较愿意来帮助他 而且贵人不会觉得说 你是扶不起的阿董 他会对他说 那这种人我是可以提息的 那贵人就会愿意来提息你 那就变成你的中晚年 人家看到你就希望说 贵人就会帮助你 因为有贵人总是 就是对你的那个人生 对你的工作事业方面 总是会比较平坦一点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 中年以后发达的人 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就是 淫义安泰得税心意 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 那个钱都已经顺下来了 得税心意 能够顺我的心意 能够做 这种人就是 你知道人中一定要清晰 人中清晰的话 就是人中的那个样式要出来的 上载下宽 他都是非常的那个顺畅 像这种人其实他在外面的处事 态度也会比较好 再来下巴一定要延后 所以这种人如果说 那个下巴很饱满的话 那这个饱满的话 其实他个性会比较沉着 比较稳定 那对于他自己的下属 因为到这个时间来 你比如说你在工作上面 你也会做上位 那你对你的下属的提息 各方面都会好 当然就会受到他们 就会有一些下属 会帮你赚钱 再来就是你的儿女 像这样子的人 儿女运都非常好 所以这样子的人 也是属于中年以后 开印的面相 这个下巴就像人罢了啦 两个女儿在赚钱 像我这种柠檬下巴这种怎么办 很好 真的吗 对 不错 因为这个你看起来说 现在好像感觉下巴 但是你下巴没有尖 所以你这个到了 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 自然这个肉就会起来了 那个不用打什么什么 对 我都没有打 什么东西 那个我跟你讲自然 因为人到后来 他这个鼻 这个什么这个 颧骨 里面的胶原蛋白 肺脂自然就会撑起来了 那个财会慢慢流到裤子 流到这里 对 这要听得好像 流到库里才会进到库里 讲得这么好 好像也不太好 对 他自然而然 他那个就会撑起来 所以你看年纪大的人 他后来都会胖 那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的这个下巴的骨 是尖的的话 他就没有了 他就没办法有 所以你这个下巴一定要烟化 就是其实应该摸一摸就是骨啦 是 也要有这一股 到后来 你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运势还没有到那里 你到那里自然而然 那个我们讲说 那些肉就会撑起来 撑起来就会烟化 或者伤伤下巴就会很好 多少年没上通告了 没有 我一直有在上通告 只是很久没上你们节目了 不过要讲到说 人生起起伏伏 有的时候碰到很多事情 湘瑩真的是一个例子 对不对 但是你说这个当年 算是9年前 对啊 你看现在快12月 我二月就要满10年 9年前说喝醉了 然后跟问讲这个有斗殴事件 这个整个事情讲起来 我想观众朋友都是听新闻 怎么这样 这样不好 但是其实我们大概都有看新闻 大概事情的始目比较清楚 都会知道说 其实湘瑩有一点无辜 他其实只是刚好人在现在 只是刚好在旁边 对啊 然后就 对不对 就一直被扯进去 所以其实这个被害的 这个车主王姓夫妻 其实都有也替你感到无辜 都有帮你讲话 对不对 那个时候那个司机 他是有就是 就说愿意原谅我这样子 然后就只有我有去跟那个司机 还有他太太见到面这样 对啊 反正就都已经过很久了啦 就是我觉得 但是也因为那件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 但是在当时绝对是百口莫辩 说也说不清楚 其实当时就是你说什么 其实都是错的 对 然后现在要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再多说 因为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但是人生就是一个当时 一当就当了 当时就九年就过去了 九年耶 这事情想想好像也没多久以前的新闻 九年了 你看我那时候 九年耶 我那时候二十九岁 你看我现在要四十了 我才说 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个九年啊 而且最青春的是 真的 但是说 虽然是说其实当时 觉得说你是受牵连的 但是这个事情整个对你来讲 影响还是很大 老实说啦 到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到现在还在影响 就是在工作上面 其实影响是最大 你当然说除了 发生事情的 我休息一年嘛 然后隔一年我就是以拍戏 然后可能就是想说 那反正我那个时候 本来是在发生事情之前 公司已经谈好了一个 一部戏八点档 然后我本来要去演 然后角色还不错 都已经确定好了 但是名单要送上去 对 相迎送上去 后来发生那个事情以后 当然我那部戏就没了嘛 然后之后呢 就变得是我记得有一个制作人 他还蛮喜欢我的 他就觉得那要给我机会 然后他也觉得 我很适合那个角色 所以呢就是 那个时候大概不知道 是女二还女三 反正就是还蛮重要的角色 然后就是当然要把名单 那种情况下 女八都要演了啦 对 然后当然要把名单 就是递给上面的长官嘛 然后后来上面的长官 就是后来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艺人他有负面新闻 所以我们不会录用 对啊 要送名单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改名啊 我那时候有改过名啊 改什么 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就是想说 大家讲到相迎相迎 就会想到那件事情嘛 我想说好吧 反正我想要就是开始拍戏 就是变成是从新演艺 那个戏剧新人开始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改叫书桥 王书桥 就是混在名单里面 有一个书桥 好过来 然后可能长得很像某个艺人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我后来发现 我叫书桥书桥 我觉得我变得很不像自己 因为我有可能 因为那件事情造成阴影 所以我一直想要 不想要 想要当书桥 但是问题是书桥又不是我 所以我就变成是 我在演戏上面我就很 很刚 就是演戏怎么样都是都不对 对 所以看到名单还是会被打 名单还是会被打下来 对 是 所以你那个时候 其实有一点万念俱灰 对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心情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 你知道吗 其实到现在如果 像我现在比较好 我现在心情已经恢复得很好 但是像 像如果是那个时候 可能一开始都觉得 天哪 有人给我机会 我好开心 因为大家都说 我可能就是比较无辜的 所以大家愿意给我机会 好开心 可是当一次两次 一次两次 一直这样被拒绝拒绝的时候 其实到后面 我已经变得很没自信了 然后我连上节目 一直被否定 对 就是一直被否定 然后假如说今天 假如说经纪人跟我讲说 那个我要帮你退一部戏 可是 最后没有选到你 我都说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我已经变成是这样了 然后我就变得很没有自信 然后身边的很多的 不管是私底下的朋友 还是演艺圈的朋友 看到我都说 夏颜 我觉得你真的变了 然后我说是不是变好 他说不是 你变得很没有自信 来说因为这次事件 也让你渐渐地发现 有些人是朋友 哪些人就可以不用再多 对 我觉得就是 发生事情一定就是 你才会知道 冷情冷暖这件事情 对 然后 当然发生事情的那一段时间 很多朋友就是 都有传讯给我 然后都有鼓励我什么 但是反而是你自己觉得 会应该要传讯息给我的人 结果竟然没有传 完全没有消息 对 然后可能下一次见面 可能就是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就这样 对 所以这 然后后来我就也很怕 去那种 人就是也不太敢交朋友 就觉得算了 我这样就好了 我这样就好了 有点恐惧症了 对 会有一点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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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